那這個時候呢 shake的時候 乾涯的那些香氛 就會整個被我逼破 融到液體裡 所以它有點像開汽水 我們現在泄壓的時候 裡面液體就會都變成泡沫 它就會全部都變成泡沫狀的 我這次比賽大概是一公斤四千塊 所以大概是十幾倍的價格 所以當我在喝的時候 它會很順的 讓整個咖啡液體 就是滑入我的口腔 那我這一次的創意咖啡 要呈現的是一個層次感 也就是你的舌頭各個部位 都要能夠感受到一些風味 我們也並不是覺得說 我們想要贏一點點 我們想要做的就是 這冠軍本來就是我們的 我們只是過去把它拿回來而已 大家好 我是吳哲霖 2016年WBC世界霸台首大賽冠軍 今天接下來這一個小時 我會帶大家進入我的咖啡世界 分享我的故事給你們 充滿咖啡香的一起來 一起來歡迎 今年世界咖啡大師冠軍的 吳子玲 子玲 歡迎歡迎 吳麗瑪姐 妳好 這很特別的獎盃 對 重不重 非常的重 非常的重 因為那是你努力的重量 好 來 謝謝 請坐 我們這裡有兩個獎盃 對 先看 其實它這個是用磨咖啡豆的工具 壓咖啡豆的一個形狀 對 這個叫填壓器 那這兩個冠軍盃 讓我們分享一下吧 OK 剛才我帶上來這個綠色的 它是就是我這一次拿到 世界霸台首大賽冠軍的獎盃 BARISTA 對 BARISTA主要就是做 義式咖啡的霸台首 對 那為什麼是綠色 是因為今年在愛爾蘭比賽 那愛爾蘭他們的代表色 對 那另外這個比較小一點的 是我今年三月的時候在上海 參加一個世界咖啡調球大賽 拿到世界第三名的獎盃 所以今年拿了兩個大獎盃 對 我今年拿兩個世界賽的獎 恭喜 謝謝 這個真的是 我後來知道你今年拿到了這個冠軍 很多人說BARISTA其實就是 咖啡界世界競賽的奧運 對 所以無疑的這是一個屬於 咖啡界的奧運金牌就對了 對 因為這個比賽從2000年就開始辦 然後它算是目前整個咖啡界裡面 就是歷史最悠久的一個比賽 那參賽國啦 或是投入的資源都是最可怕的 台灣人喝咖啡真的喝了很多 希望觀眾朋友在這集裡面 看的是有羞覺有故事 也有很多感動 我們就一起來先了解一下 你幫我們說明一下 你今天參加的這個世界級的大賽 它究竟有多麼艱難 在整個比賽流程上 OK 這個比賽的話 它是有一個叫 這個組織舉辦的 主要就是一個主審 然後接下來會有一到兩位的影子評審 因為我們在世界賽的時候 會一直的介紹我們的咖啡豆 然後評審在上面如果會有點聽不太 來不及聽來不及記的話 影子評審他們會幫助所有的評審做這件事 接下來會有一到兩位的技術評審 他們是著重在 比如說你的整個所有流程的重現性 是不是很穩定 然後有沒有在過程中浪費你的咖啡粉之類的 後面還有 對 然後接下來會有四位 這四位是非常重要的 他們叫做感官評審 就是真的要喝你的咖啡的評審 對 然後他們會很快速的 喝了你的咖啡之後下分數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這時間非常有限耶 對 整個比賽的過程 在場上有十五分鐘 那在這十五分鐘之內 你要完成的 有四杯濃縮咖啡 然後四杯牛奶飲品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Cappuccino 或者是Latte Piccolo 這一類的牛奶飲品 接下來還有四杯創意咖啡 十二杯 對 十二杯 這十二杯 然後這十二杯 我們平常一般想沖泡的時間都非常緊張了 但你這十二杯是要拿去跟另外六十個國家 全部都是冠軍級的 對 競賽者來競爭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理解這個部分呢 就是整個比賽它當然會有所謂的滿分 但是在這個比賽裡面 即使是冠軍選手都不是最完美的 那大家要比的就是呢 你在這一年之間 你找到怎樣的咖啡豆 怎麼去烘焙 所以連你的原料都列入這個平的範圍 對 所以它才會是一個耗的資源最大的 因為它並不是像說比烘焙比賽啦 比喝咖啡比賽啦 不是 它基本上所有的環節都會比進去 那你讓我們觀眾理解一下你的投資成本有多高 你選的咖啡豆 我們可以用價錢來衡量嗎 好 比如說我們一般在個性的咖啡店 喝到比較好的咖啡 比如說一公斤我們採買的成本在一公斤 三百到四百之間 那已經算不錯的 對 已經算不錯的豆子 那我這次比賽大概是一公斤四千塊 所以大概是十幾倍的價格 所以參加一次比賽是要有破釜成舟的決心 好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了 就整個參加比賽的過程 是過五關斬六將都很難形容 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就現場 一起來喝一杯澤林的冠軍咖啡 我們現在一定很羨慕我的工作 但是我們要呈現的是 其實他這次遠赴艾爾蘭 對他來說 他是一生累積了 在三十五歲這一年 他所有的抗壓力 所有的特質 跟對專長的熱情 就在這十二杯咖啡裡面 全部爆發呈現 好 澤林現在跟我們一起重現 在艾爾蘭比賽這個 BARISTA世界咖啡冠軍大賽裡面的八台 十五分鐘裡面要完成 觀眾朋友可以看到就是這樣十二杯咖啡 分成三種類型對不對 對 對 這三種類型分別是 濃縮咖啡 然後牛奶飲品 跟你的創意咖啡 好 那現在在比賽的裡面 世界級的比賽 我們看到所有的這些器具 都是澤林自己要帶去 也就是說除了你看到的 這兩個大型的機器之外 其他所有都是他自己要帶去 艾爾蘭比賽現場 我們所能夠看到的這些器具 當然包括你自己選的 咖啡豆研磨的咖啡粉 裡面Mega最多的在哪裡 其實Mega都是在這邊 就是每個選手的他要呈現的東西在哪裡 那所有的器材的選擇 都是依照我們的概念 才慢慢去延伸出去的 比如說我們以這些杯子來講好了 它的材質 它的弧度 都會影響到我們要呈現的東西 觀眾朋友你看 他在音歌挑這個杯子 那我們杯員 因為澤林他是台大電子研究所畢業的 所以他在整個咖啡專業裡面有一個 大家津津樂道的特色 就他非常的數據化 這個杯的厚度是多少 差不多0.2到0.3公分 好 然後接下來這一個也是 Made in Taiwan的陶瓷 那這個我們就先不討論它厚度 我們看這個杯子的形狀 然後杯子的弧度 為什麼這個弧度你覺得 用來呈現你的創意咖啡 其實它會加分很多 對 因為像這個弧度 它算是不是那麼直立的 所以當我在喝的時候 它會很順的 讓整個咖啡液體 就是滑入我的口腔 那我這一次的創意咖啡 要呈現的是一個層次感 也就是你的舌頭的各個部位 都要能夠感受到一些風味 所以用這樣子的杯子的時候 才可以更完整的去體驗到 所謂咖啡的層次感 好 所以它不只是一個感覺而已 而是它確實 你的咖啡這樣子倒進來的時候 因為它的弧度 就是放到嘴巴 然後讓整個液體滑進去的時候的弧度 所以冠軍的細節 世界冠軍的細節 是在每一件小事上都非常的忠心 對 好 接下來 所以這是濃縮咖啡 麵花姐也可以喝喝看 如果有喝咖啡的話 天經萬斤中了 這要怎麼喝 好 那 今天錄影真的是很開心 好 哈囉 我認為你們都喜歡咖啡 我們喝咖啡 你們在咖啡上的角色 我喜歡咖啡 面帶笑容不疾不實 代表台灣參加世界杯咖啡大師比賽的選手 吳澤林 從容自信的在舞台上 展演他的咖啡秀 一部分是它的濃縮 是它的濃縮和紫蘭的香味 但是這些香味 都是小細菇 很容易避開 然後被燃燒 所以 當它們的濃縮 被濃縮出了 然後觸摸的濃縮 是約90度 這些香味很快就消失了 但是我們想要 濃縮的濃縮和紫蘭的香味 所以現在 請按個鈴鐺 你不願意離開 你不願意離開 今天我會把濃縮的濃縮 濃縮的濃縮 淋冰水降溫 濃縮咖啡機的把手 保留住咖啡豆的花香氣 這招群球獨創的沖煮方式 讓吳澤林打敗了 其他60位各國高手 抱回世界冠軍 快點燃燥 各位先生 請我介紹你 2016年 BARISTA champion 從台灣 BARISTA 高舉獎盃的這一刻 全場歡聲雷動 要能摘下這個被譽為 咖啡界奧運比賽的桂冠 更不容易 除了專業的咖啡知識 高超率充足技巧 還要有極兜抗壓性 光是在配方的選擇上面 可能我們就沒有實際的像 譬如說 深豆的供應商 瞭解深豆這麼多 所以對我們來講是一個 在短時間裡面壓力很高的一個比賽 那你要怎麼樣去說服這些評審說 OK 我的咖啡是最好的 你們要選我投我一票這樣 我覺得很難 曾經也代表台灣 參加過世界咖啡大師比賽的侯國拳 很了解這個比賽的困難度 2008年他獲得世界第12名 一直到相隔了5年 2014才被吳澤林以世界第7的成績 打破紀錄 之後吳澤林又連拿兩年台灣第一 進軍世界賽 就為了挑戰冠軍頭銜 對於我來講 我會覺得說這個是 譬如說我只要有做到這件事情 那就好了 可是對我真正比較 對他很佩服的是 他會不斷的去挑戰自己 不是咖啡生產大國 也不是喝咖啡歷史悠久的歐美 今年台灣代表 首次拼到比賽的最後一關 已經讓不少專業的評審刮目相看 尤其總決賽時 吳澤林在創意咖啡的品項 在雪殼杯中大露淡氣 讓咖啡 橙汁 蜂蜜 冷泡伯爵茶 茉莉香精等 完全融合 增加柔順口感 更讓評審驚豔 其中一個評審他還 就是他就跟我們說 就是評你們的評分表 就是要寫那個分數的時候 我覺得我面臨了 從擔任評審生涯以來 最大的挑戰 因為他覺得他已經快要 hold不住他那個Poker Face了 他說他心裡面 他喝到那個濃縮的時候 心裡面就火山這樣 在爆發 然後什麼Botterfly啊 什麼飛來飛去的啊 心裡很多畫面 然後 得到這樣的讚譽是吳澤林在成租的小小工作室裡 土伐苦練一遍又一遍 慢慢累積實力摸索經驗得來的 光是挑選比賽的豆子 光是挑選比賽的豆子是味道 延續一個月他天天喝幾十杯濃縮咖啡 其實就測試這個真的很辛苦啦 對 因為濃縮咖啡又是又很細微 所以你一點點影響就不一樣 所以有時候你喝到就是 你好不容易找到 這一杯很好喝 但是你要再把它重現也不見得行得通 然後整個早上就一直在喝 非常類似 但是都是很細微差別的東西 吳澤林說 要沖出一杯好喝的咖啡也許不難 但要在陌生又緊張的環境 還能連續重現完美的咖啡就很不容易 練習時所有能影響咖啡的變數 都要控制精準 所以當我們覺得說 哪一杯好的時候 參數全部都要拉出來 用哪一批豆子養到第幾天 然後打開包裝多久 就是它會變化 然後用了多少的粉 什麼刻度 然後萃出多少的刻數 那留了幾秒 這些東西全部都要記 知識與技術 還只是比賽的基本門檻 要能對咖啡風味細膩形容 才能說服評審 吳澤林在第一次參加世界賽後 才驚覺他對味覺的表達不夠敏銳 於是又憋測自己 反覆進行悲測訓練 你現在已經領領到幾秒就可以知道了 基本上大概都是 因為我們嗅覺其實會麻痺 所以一直聞沒有什麼太大的作用 現在你就是要準備好 好我要聞了 然後你就是吸一口就好了 然後你就要去記憶你剛還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今天我們就是 準備了八支不同的豆子 大方向我們抓得到 比如說我們可以很明確的知道說 我們今天這支豆子有 一些莓果類的香氣 但是究竟是藍莓 還是覆盆莓 或者是黑莓 那它是新鮮的 成熟的 還是像是果醬類型的 這個東西你可能沒有辦法 很明確的一下子就把它抓出來 然後回來就是想盡辦法要改變 所以這就是其中一環 捉摸舌尖上的細微變化 也是吳澤林這次能制勝的關鍵 我覺得有那種 酒釀櫻桃 但是不是很low的蛋糕店用的酒釀櫻桃 是那種自己釀的酒釀櫻桃 很像冰在冰箱裡冰很久的蟲釀櫻桑 從選豆 烘豆 研磨 沖煮到悲策 吳澤林磨練自己一關又一關 連闖三年世界賽終於奪冠 他說從業餘玩家到世界冠軍 一路上其實遇到很多困難 也才發現一杯小小的濃縮咖啡 學問無邊無際 但是他從沒放棄過 他想證明台灣人打造的獨創咖啡 世界第一 那接下來我知道 就是在這次比賽過程當中 有一個很有意思的 就是你的創意咖啡裡面 對 有打淡氣進去 對 然後還有就是 你的咖啡裡面 你的創意包括了 你去兼顧了一個嗅覺 對 嗅覺 味覺 然後觸覺 好 然後這嗅覺不只是我們一般講的咖啡香 這裡面包括他自己想出來的一個創意 就是在全世界其他60個冠軍選手中間 為什麼他這個創意會獲得青藍 那這個裡面他的創意要落實 必須有他執行的技術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讓觀眾朋友了解一下 好 那首先的話我一樣會先萃濃縮咖啡出來 那濃縮咖啡依照我們萃取的程度不同 其實它會展現非常不一樣的風味特性 那待會我在萃取的時候呢 我就會萃取的比平常還要再更多的量 澤琳你在比賽的時候 你必須在15分鐘內一邊沖調 掌握你自己的比賽節奏 然後你還要口說解釋是不是 對 我就是要介紹說 比如我今天準備什麼樣子的豆子 它從哪裡來 那它在種植 它在處理 烘焙上面有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 然後我要呈現一個怎樣大的主題 所以你的比賽過程是 腦 口 聲 手 全部協調 要變成一個你自己的韻律 對 OK 你看它力真的很強 然後這裡面英文的部分 應該要背起來 因為你必須變成一個直接的反應了 你如果一邊在想 一邊在做Presentation的時候 可能就會影響到你的速度 對啊 就是 其實我們在台灣比賽的時候是用中文 所以還沒有那麼嚴苛啦 畢竟我們可以臨場應變 它是我們的母語 但是在比世界賽的時候 它是英文 那我們只能就是盡可能地背我們的台詞 對 那頂多就是加一些零技應變 現場調整一些些我們的講稿 或者是我們的流程 你的創意咖啡裡面有加橙汁 蜂蜜 冷伯爵茶 還有玻璃香精 對 那我現在在加的呢 都是一些液體的材料 那這些液體的材料就是 關係到我們喝入口的時候的味覺 那香氣的話 我會用那個香氛來部組 所以這一個Shaker杯還滿特殊的 它的名字叫Pellini Shaker 那平常都是調酒領域的人會用到的 那這一台是那個香氛機 這很像我們在家裡 臥室裡面會放的那個香氛 就是一般的香氛機 對 那只是我們選用的精油 要是可以食用的精油 那我裡面現在加了一些茉莉花 還有那個佛手乾 還有成類的精油在裡面 所以我把這些香氣引進這個Shaker杯裡面 接下來我要做的就是 怎麼把這個香氣融入到液體裡 是 對 因為空氣通常我們覺得 它很容易易散 很容易飄濕嘛 所以現在這個Shaker杯 現在已經是密封了 這是我覺得最妙的地方 然後我會用一個這個所謂的灌氣槍 裡面已經裝了一顆氮氣的子彈 然後呢 我就可以灌一些氣體進去 來增加整個Shaker杯裡面的壓力 有一點太空實驗的感覺 對 那這個時候呢 Shaker的時候 乾海的那些香氛就會整個被我逼迫 融到液體裡 所以它有點像開氣水 我們現在泄壓的時候 裡面液體就會都會變成泡沫 它就會全部都變成泡沫狀的 然後我們在喝的時候 乾海的那些香氣呢就會 全部都是從液體裡面冒出來 所以就會有非常多的層次 讓它雙手來拿 確實確實 對 香氣就會非常的多 對 雖然我是純粹的後見之名 但是我們舌尖上的感覺 那個香味的層次確實耶 蜂蜜茉莉 然後那個柳橙的 對 酸的甜的 跟咖啡的苦 一點都不違和 對 然後魚韻會拉得非常的長這樣子 所以你參加世界比賽最怕的就是 臨時發生什麼 意料外的狀況 你碰到過什麼樣的狀況 你怎麼樣化險為夷 比如說我們自己帶了牛奶 過去愛爾蘭 但是到那邊之後 牛奶全部變質了 所以呢 我們就變成要在當地 馬上找到適合我們咖啡的牛奶 牛奶這麼關鍵 尤其你三分之一的比賽項目 對 對不對就是牛奶咖啡 牛奶就是一個非常大的原料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當地馬上找到 就是適合我們咖啡的 但是這個過程 基本上你沒有太多的時間 因為如果你要慢慢去試 把它調製成牛奶飲品來試的話 你基本上也沒有機器可以練習 對 大概一個選手只有分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那一個時間裡面 你必須要確認你的咖啡豆的狀態 如果你又要確認牛奶的狀態 其實很趕 所以我們在台灣的時候 就做一件事情 我們前前後後選了大概二十幾種牛奶 有大廠牌的 有小農的 你準備你的突發狀況 對 然後呢我們就是 每個人都要學會 就是包括我 包括我們 所有過去的團隊的助手 好 就是冷的牛奶我們喝下去 我們就要馬上判定說 好這支牛奶 適不適合我們的咖啡 那這就需要長時間的練習了 所以蛇琳經過這麼多比賽 其實你已經學會 其實你已經學會 在那一個 非常不幸的變化發生的當下 你可以把你的情緒先放在一邊 我覺得是訓練來的啦 對於這個比賽的了解 越深你就 越來越不會緊張 因為我們在做的都是做百分之一百二的準備 然後我們想要獲得冠軍的時候 我們也並不是覺得說 我們想要贏一點點 我們想要做的就是 這冠軍本來就是我們的 我們只是過去把它拿回來而已 然後呢 即使有任何的失誤沒有關係 我們就是盡量把它克服 我們一樣還是會贏 因為我們本來就贏得夠多 心念的力量 就好像人家說Dream Big 對 你的夢想夠大 你的力量自然就這麼大 然後這個 澤琳有說過啊 就是你其實對你來講 整個在比賽的這個過程裡面 後來你自己已經變成了 肌肉訓練的反應 好 這杯是牛奶咖啡 對 這杯是牛奶咖啡 那這杯呢 它的比例基本上 跟我們一般喝到的卡布奇諾很像 但是你喝的時候就會覺得 它變得非常的細緻 然後一樣都有一些花香 有一些柑橘類的味道飄出來 那甚至有點像牛奶湯 喝喝看 所以整個味道就顛覆了我們以往 對於卡布奇諾的想像 就是它很溫潤 可是不是一個單純的甜味而已 可以感覺到很多的味道 前前後後一直在變化 而且它入口的時候 其實那個味道是淡淡的喔 對 還是一個很細緻的牛奶飲品 你說自己是背景程式型的選手 這應該可能是你在這個專業的特色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選手特質 背景程式型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想要把這個比賽 當作我一輩子的最重要的事 它其實只是算是重要的事情其中一項 所以我平常的時間我可能還要開店 我要做生意 我要照顧員工 然後還要比賽 所以我必須要很有效率的去應用 運用我所有的時間 然後我就會希望說好 今天我們跑一次流程之後 我會進行檢討 然後我會進行想像 想像哪邊可以怎麼改 待會要怎麼跑 所以我一天可能只有跑一次 或者甚至兩次的流程而已 對 但是每一次都要很明顯的進步 那我可以說你的 你自己的這個流程 屬於你自己的專業的設計 把它變成一個format 然後你把細分拆成很多環節 你要很準確的知道每一次 如果做一次不對勁的時候 是哪一個環節可以被修正 對 那這個就關係到我們平常 對於充足的了解 我們必須要去釐清說 到底哪一些點 是造就了好喝或不好喝 的決定的關鍵 所以接下來我們喝的時候 我們就會慢慢去 比較科學化的分析說 是研磨的刻度不對 還是烘焙上面不對 還是充足的時候的萃取量不對 我們慢慢就可以去一個一個抓出來 然後就會很有效率 然後哲林還有一個特色 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 因為他是台灣大學電子研究所畢業的 所以他在整個咖啡專業裡面 他很注意數據化的紀錄 對 所以這是 我很好奇就是有多麼的數據化 這是我們其中的一個筆記本 好 比如說 這天書 有字天書 先看一下 比如說隨便拿一頁 你看得懂嗎 觀眾朋友 其實有點像天書 但是上面密密毛毛記的一些數字 我在翻頁喔 你也看不懂 前面的話會有一些我們 像這邊就是剛好 我們之前在喝牛奶 我們就會編號 每一個牛奶 我們要把自己喝到的感覺 統統記錄下來 所以久了之後我們可以去分析 分析說我們喝到的時候是什麼感覺 然後我們就去想像 我們之前喝到這樣子感覺的牛奶 它適合怎麼做 所以你這裡面 比方這十種不同品牌牛奶 是唯一的變數 然後另外你控制不變的 其他的這些elements 所以然後在這十種裡面 去分析紀錄的時候 就很容易可以過濾出 是哪一種變數造成哪樣的紀錄 所以像這一頁最上面有寫一個 字很醜啦 但是有寫一個冷 所以這是冷的時候喝的牛奶 然後另外這一頁是溫的 所以就是對過來 它溫的時候喝起來會是怎樣 那我們剛剛一開始看不懂的這個數據 大概是什麼 這個是烘焙上面的數據 比如說我會去紀錄這邊這一排 最左邊這排是溫度 我們在幾度的時候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接下來我們可能還要紀錄火力 紀錄時間 紀錄風量 對 我們會這樣去紀錄 所以每一次喝到咖啡 我們如果有什麼想要改進 或什麼東西特別好 我就可以回去參考這些紀錄 官朋友當我們分享到 責錄世界級的冠軍經驗到這裡的時候 你已經會覺得 有很多的這個細節 成就它的世界冠軍 但如果觀眾朋友問你說 我在家裡想沖泡一個咖啡 責錄你告訴我 我大概就買不錯的咖啡粉吧 但是一般般 那個價位能夠負擔得起的 最最最關鍵的是什麼 你說過是水 對 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就是多半的時候我們會去檢測啦 檢測一下水 比如說這邊有一罐水 那它到底適不適合做咖啡 其實訓練到我們這個程度 當然我們一喝可能就會心裡有一個底了 但是對於咖啡愛好者 平常想要做一些訓練的話 可以買一些很簡單的儀器 像這個的話叫做測TDS的儀器 測測病 對 那TDS的意思就是在這個水裡面 雖然它看起來透明 可是其實有一些比如說礦物質 或其他的東西溶解在裡面 那這些東西到底有多少 就可以做這個 請比較簡單去檢驗 所以像這個數字啊只有1 意思是 意思就是它裡面溶解在裡面的物質 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再來對 我們剛才看到這個 它就是所謂的純水 它可能是蒸餾水之類的純水 所以裡面本來就沒有礦物質 所以這個時候 你可能不知道 純水喝起來是什麼樣子 但是經由這個檢測筆 一測你就覺得 裡面的礦物質非常的少 所以我們直覺可能會覺得 這個東西 它充足起來的咖啡 可能會是比較酸比較明顯的 比較容易帶色的 我們就可以這樣去推論